現政委農委會是自108年開始的 套過國区農會幸福農產界為一行 來選出優秀的農委還有提供人員 今年有馬達農會剛才說 在農業提供的業務點名有所公憲 也結合成農事件會 會員還有家政班 共化在地連結還有得完交流 所以也正確有農業提供奧斯卡 美名的幸福農產及提供 台灣是一個報道 再來也有峰會農產品 農委會自109年來辦法第一次 幸福農村提供奧 來標榮對農業提供有公憲的農會和人員 這幾位農業來專行 今年馬達農會農利也是地金推奨的肯定 農會最近我們得了一個幸福農推奨 那其實我們今天的綠造也是它其中的一款 因為這個農推奨就是我們希望在地方上 把我們的青少年還有我們的青農 還有我們的家政班婦女的一個 活動給它串聯起來 我們又把這樣三個部門的活動 又串聯到我們的綠色照顧站來 所以變成形成一個幸福的農村 我到處有峰會農業主委 也不用出有學農友跟有節農產品 也結合在地青農蘇建會員 和家政班員12班里 來強化在地聯絡以及台灣的交流 來趴著幸福農村 我覺得我們的總幹事還有我們的承辦人員 真的很用心規劃很多課程 讓我們能夠學習在農忙之餘 有這樣子的一個快樂的一個老年生活 那其實為什麼政府要做這個幸福農村 就是滿65歲以上的長者 我們會辦一些活動拿他們來上 那其實有一個用意的希望說 他們的子女 夏年人能夠認真去花探錢 然後認真在自己的事業 然後家長 市長有我們農的給他們照顧 然後讓他們可以安心的去工作 所以在這一塊其實農會還辦得還滿用心的 所以你像今天的畢業點就很多人參加 那就是一個好的呈現 然後帶動到我們地方的一個幸福 所以就才有這個幸福農村獎的獎項 農委會推出的精推獎 有農業提供奧斯卡的名聲 馬島農會未來也會加各区的農會交流 在受推動農業正經的工作 提醒在的農產業竟然經營 將馬島庫創造新維幸福農村 繼續中會馬島庫彩虹報的